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睡只能挤在三平的小房间 练功生活不算轻松 他们却甘之如頤 因为等的就是可以拜师这一天 拜师典礼开始 拜师人就位 双脚跪地拜师礼开始 首先奉茶让师傅高兴喝下 接着头点地行扣手礼 然后奉上拜师礼经 最后听取完师傅迅士 拜师礼才算大功告成 不过先学拳再拜师 顺序好像怪怪的 我了解他们的个性 再了解他们的技术 个性还不错 技术还不高 你加上我的名字叫功夫还是没有用 要求外籍学生先学拳再拜师 不是要留一手 而是怕遇上定性不够的学生 砸了中国功夫这一块千年招牌 专门新闻陈建达谢凯轩台北报道